吴尼尔 吴尼尚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关心 巡占院长陈建仁在9月6号的下午 视察了光华村排水沟重置的工程 那么立委夫坤旗 县长徐正伟表示 0918造成南区农路以及桥梁的受损 那么这一次受到海溃台风 再一次侵袭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那么县政府再次提送整体的灾害计划跟内容 希望行政院长支持协助地方 挹注经费来重建 那么前建仁表示 将会整合各部会召开会议 来协助花莲县重建家园 光华排水沟整支工程 在前站计划经费的挹注之下 可以说是解决长年饮水的问题 6号下午行政院长常见人 年政部长林又昌 立委夫坤旗 张天才 先任许真卫 先议员 郑乾隆 张美惠 林哲思 接下来的女苏珍 并且听起简报始终的过程 先任许真卫表示 0918造成南区金正山 刺客山 卓西乡浓入以及桥梅路面的受损 加上这次海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同时也向行政院长报告 希望各部会能够加以协助地方的需求 我们的六十弹山和刺客山 我们之前有防灾型的电线杆下地 因为花莲市 东台湾 应该说东台湾 宜花东三线 是我们的海岸的第一排 也是为西部啊 中央山脉以西的这个城市 抵挡风灾的第一排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防灾型的 灾法防灾型的我们的电线杆下地 是不是能够如上一次之前编的四十亿金费 能够来强化 以及让我们高山地区 能够这个我们电信杆 我到现在 我要谢谢台电公司 现在把我们的六十弹山 可以上面恢复通电 对 那刺客山我要谢谢水宝局 打出一条可以做的变道 可以走的变道 让台电上去 上去把那个电线杆 把电线赶快做好 还有我们的小天祥 也是现在还在处理中 现在那个电线杆还在立 才有办法让里面的几十户的 部落的居民能够有电线 现在第三天 行政院长陈先生表示 对地方灾损以及重建的需要 将会邀请各部会召开会议 来协助关西政府 这季怎么样来做重建 我想这个真的需要 这个最好的工程专家 我等一下再请这个 折成乡来做一些建议 那当然地方有需求的时候 那我们地方提出这个需求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重要地方 就像以前一样 继续来合作 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 我们领部长们 他也要求我们相关的 这个单位来配合 好好的把道路弄通了 然后电一定要趕快付电 然后付水 其他行政院表示 花园线的地形是山高和短水级 因此防洪自己的重要性 在每次的风灾当中能够显现出来 期盼院长能够将山区电力通行完善 让抵御天在第一线的 谈太平洋地震最多的地方 居民安全生活 也请院长部长以及主委 全力支持打造韧性国家与城市 记得终于将下部长